在中国历史上,北魏虽然不是一个大一统王朝,但它产生的历史影响却极为深远。 北魏王朝不但促进了民族融合与佛教的传播,同时还孕育出关隆集团这种超级怪物,直接决定了此后数百年的历史走向。 有关北魏王朝的历史,我们还得从汉朝那会儿说起。 话说,在汉朝的时候,北方生活着一个叫做鲜卑的民族,过着游牧渔烈的生活。 在鲜卑族当中,有一个叫做拓跋的部落,常年生活在黑龙江大兴安岭一带。 这个拓跋部落就是北魏政权的源头。 后来随着汉朝将匈奴打趴下,一部分匈奴选择内迁,彻底臣服于汉朝。 另外一部分匈奴则是选择向西迁移,后来逐渐去了欧洲那边。 匈奴的变化对于草原来说自然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随着匈奴离开,北方草原就出现了势力真空, 所以在这个时候,鲜卑就开始逐渐迁移,逐渐从大兴安岭地区扩张到了墨北地区。 此后,在整个东汉时期,鲜卑曾经两次被统一, 一次是在东汉后期,当时鲜卑这边有个叫谭石怀的人, 基本统一了整个鲜卑。 而当时汉朝这边正是汉环帝在位时候。 汉环帝在位的时候,汉朝内部已经是矛盾重重, 所以根本就没空去管刚刚壮大起来的鲜卑。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鲜卑顺利发展了起来, 成为北方真正的霸主,彻底取代了秀奴。 不过,谭石怀统一鲜卑的时候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统治体系。 当时的鲜卑只是一个类似部落联盟性质的东西, 所以谭石怀死后,鲜卑很快就在此分裂了。 直到四十多年之后,到了东汉末年, 随着中原内部彻底分裂, 中原统治者再也没经历管草原这边的事情, 而当时的鲜卑内部又恰好出了一个叫科比能的强人。 科比能先是对曹魏政权称臣, 然后借着称臣的机会统一了整个鲜卑, 彻底成了曹魏在北方的心腹大患。 巅峰时期的科比能麾下有十多万精锐, 胆论军事力量说不定比南兵属国和武国更强。 就连诸葛亮北伐的时候都曾经联系过他, 希望能和他一起联手,南北加击曹魏。 只可惜,这位科比能刚刚统一鲜卑, 准备南下中原的时候,曹魏这边就抢先出手了。 当时曹魏这边正是曹魏在位, 北方幽州地区被一个叫王雄的官员管理。 这个王雄见到鲜卑越来越强大,觉得不是个事, 所以就判了一个叫寒龙的刺客, 直接把科比能给刺杀了。 科比能死后因为他也同样没有建立完成的统治制度, 所以他前脚刚被刺杀,后脚鲜卑就再次分裂了。 而鲜卑的这次分裂,对于中国历史来说, 绝对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因为,自此之后,一直到西晶灭亡, 鲜卑各部开始南下的时候, 鲜卑内部都没能再出现任何一个强人, 真正把鲜卑统领起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 后来西晶灭亡之后鲜卑不是一个整体南下, 而是各部落分别南下, 然后各自建立政权的原因。 而科比能在世的时候, 北魏的开创者托巴家族, 当时还只是鲜卑内部的一个普通部落而已。 这个部落的名字就叫做托巴,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托巴家族迎来建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关键人物。 这个人叫托巴利威。 科比能统一鲜卑的时候, 鲜卑其实只是一个部落联盟, 既然是联盟, 那联盟内部自然就会有很多争斗。 大概叫公元2010年左右, 也就是曹丕正式篡汉, 三国时代正式开始的那一年。 在鲜卑联盟内部发生了一场不为人知的战争。 而在这场战争当中, 托巴部落战败了, 而托巴利威就是当时托巴部落的组长。 既然部落战败了, 那托巴利威自然要带着剩余的族人, 转移到新的地方。 后来, 在托巴利威的带领之下, 残存的托巴部落就找到一个叫 梅露茴的强大部落衣服。 说起来, 这个梅露茴部落那也是大有来历的。 当年在西汉初期的时候, 汉文帝还没登京之前, 娶了一个叫姓豆的姑娘。 这个豆姑娘原本只是旅后身边一个宫女, 只不过被赐给了当年的尚在前邸的汉文帝。 巧合的是, 后来这位豆姑娘还给汉文帝生了个儿子, 这就是后来的汉景帝。 所以, 这位豆姑娘后来就成了汉景帝他妈, 以及汉武帝的奶奶。 而这位豆太后少尉之后, 也没忘了扶持自己的家族。 就这样, 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西汉豆家, 就正式登上了一种舞台。 从豆太后开始, 此后整个汉朝期间, 豆家虽然多次起落, 但一直都是汉朝内部的顶级大家族。 而到了东汉后期的时候, 豆家又出了一位皇后, 这就是汉环帝的皇后。 而汉环帝死后, 豆家企图发动政变, 朱砂宦官, 但结果却失败了。 因为这场失败, 所以当时很多在边境的豆家人, 就在全往北方草原上跑。 豆家族上也是很厉害的将军, 东汉最颠覆的战绩, 乐视阴染, 就是豆家人创造的。 所以就算是到了草原上, 豆家人依然能吃得开。 后来, 豆家人逐渐收拢周围的一些游牧百姓, 形成一个新的部落, 这就是梅鹿回部落。 对于梅鹿回这个名字, 后世史学家也有推测, 很有可能就是当时豆家人取的一个谐音, 意思就是梅鹿回去的意思。 而到了三国时代, 梅鹿回部落的组长是一个叫豆宾的人。 在豆宾的领导下, 梅鹿回部落发展的势头不错, 虽然当时只是草原部落之一, 但地盘却不小。 就是在这种时候, 落败的托巴利威率领残余部落前来投奔豆宾。 而当时豆宾第一次见到这个托巴利威, 就认定他绝对不是一般人。 所以此后不久, 豆宾直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后来的历史证明, 豆宾的眼光确实没看错, 但是这件事的结果, 他却没能预料到。 在豆宾的帮助下, 托巴利威很快就逐渐带领部落恢复一定的实力, 很多旧部都纷纷前来投靠。 如此, 过了二十多年之后, 豆宾要去世了。 豆宾临死之前曾经明确留下一眼, 让自己的儿子们善待托巴利威。 但豆宾的两个儿子却担心托巴利威威胁他们的地位, 所以打算直接干掉这个妹夫。 结果还没等他们下手, 托巴利威就得知了这个消息, 然后抢先下手, 干掉了豆家人。 甚至连他那个姓豆的妻子都杀掉了, 然后吞并了整个美路回部落。 干掉豆家人这件事, 托巴利威当然做得不太地道。 但这件事却让托巴部落注入一半的豆家人股份。 所以, 后来北魏的皇族身上其实都是有一半豆家人的剧统。 吞并了整个梅路回部落, 此时先辈的那位强人赫比能也早就被自杀了, 前辈内部也早就分裂了十多年。 所以, 在这之后, 托巴部落一跃成为草民上最强大的部落之一。 当时托巴利威麾下, 部中已经达到三十多万人, 光是精卫士兵就能召集十多万。 就在托巴利威吞并梅路回部落的同时, 中原那边也发生一场巨变,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平陵政变。 隐忍多年的司马懿终于暴起发难, 彻底控制曹魏政权。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曹魏政权进入司马迦的时代。 曹魏政权的内乱, 对于草原上的托巴部落来说自然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这样一来, 他们就能安心继续发展。 曹魏的几十年里, 托巴部落在托巴利威的带领下继续猥琐发育。 而中原这边, 司马家控制了曹魏之后, 又灭掉了首国, 建立了西晋。 据说托巴利威特别能活, 一直活了104岁。 托巴利威去世的时候已经是司马延在位了, 而且就在托巴利威去世两年之后, 司马延变派大军南下彻底灭了东吴, 真正统一了天下。 司马延在位的时候, 晋朝其实还是比较强大的, 所以托巴利威执掌托巴布的时候也没想过真正有一天能南下中原。 但谁都没想到的是, 在托巴利威去世之后, 接下来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局面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托巴利威去世之后因为他打下的家业实在是太大, 所以在他死后, 托巴部落也难免会分裂。 不过在这之后不久, 托巴利威的孙子托巴伊卢却开始崛起。 托巴伊卢是北魏开国过程当中第二个重要人物。 简单来说, 托巴伊卢成年之后继承了托巴家的一部分底盘, 基本上就在今天的山西北部。 此后托巴伊卢靠着自己的智慧逐渐统一了其他几个托巴家的分支, 再次统一了整个托巴部。 就在托巴伊卢在北方崛起的同时, 西晋这边却出了大乱子,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 简单来说, 当时西晋内部的几个司马家王爷为了争夺权利相互混战, 导致西晋国里大跌。 如此一来, 那些北方游牧势力自然要纷纷南下中原, 抢占地盘了。 首先暴起伐难的是南匈奴的首领刘渊。 刘渊起兵之后迅速席卷整个北方, 后来刘渊虽然没能彻底灭掉西晋, 但他的继承者却直接攻破了洛雅和长安, 彻底灭了西晋。 有意思的是, 刘渊作为一个匈奴首领, 他自己却不认为自己是匈奴皇帝, 而是自称继承了汉朝皇帝伊博, 还尊当年的蜀国皇帝刘善为皇兄。 刘渊这边起兵之后, 拓拔伊卢也开始扩张, 不过当时拓拔伊卢并没有选择直接南下, 而是选择协助西晋, 先进攻刘渊。 拓拔伊卢也不傻, 他很清楚, 如果刘渊真的崛起了, 那下一个倒霉的, 绝对是他的拓拔步。 所以, 对于拓拔家来说, 最好的选择就是先帮西晋打压刘渊, 然后再趁机发展自身, 等到双方两败俱伤之后, 拓拔家才趁机南下摘果子。 这个想法其实不止拓拔伊卢会有, 当时先币内部, 其他几个势力也有。 当时在先币内部, 拓拔家无疑是最强大的一个分支, 但除了拓拔家之外, 其实还有另一个分支也很强, 这就是慕容家。 因为这两家都很强, 所以在以后的百年里, 这两家就开始相爱相杀了。 刘渊崛起之后, 还没等他灭了西晋, 他本人就死了, 但在刘渊去世之前, 他已经建了一个政权, 后世使成汉赵。 在进攻汉赵的过程当中, 拓拔伊卢左右逢源, 不断为自身谋取利益。 这期间, 主要和拓拔伊卢唱对台戏的, 是西晋在山西地区的最高官员, 刘昆。 对于刘昆这个人, 很多人可能没听说过, 但绝大多数中国人, 应该都听说过, 文姬齐武这个成语。 在这个成语当中, 主角名叫祖迪, 后来在西晋变亡之后, 曾多次率军北伐, 而耐克和祖迪一起大半夜不睡觉, 天天摸黑起来练剑的人, 就是这个刘昆。 在西晋末年的时候, 刘昆已经是山西这边的最高负责人了, 可惜司马加实在是太不给力, 要不然单凭刘昆在北方的努力, 说不定就能扭转乾坤了。 而当时的拓拔伊卢便是站在刘昆这边, 帮刘昆打汉赵政权, 因为抗击汉赵政权有功, 所以后来拓拔伊卢还被西晋直接分为带网, 拓拔部落也从一个游牧部落变成西晋末年的带国。 这个带国就是北魏的前身, 随着带国的出现西晋灭亡, 中原北方彻底分裂, 历史进入东晋十六国时期。 在十六国时代初期, 带国已经是北方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了, 并且有可能彻底统一北方。 但可惜的是, 到了拓拔伊卢晚年的时候, 因为继承人问题处理不善, 拓拔伊卢本人被他儿子给杀了。 而拓拔伊卢被杀之后, 带国陷入长时间的混乱, 此后的22年里带国换了八个执政者, 如此一来, 带国想要对外扩张, 自然就很困难了。 就这样, 拓拔家错过了第一个统一北方的机会, 如果当时没有内乱的话, 拓拔家在东晋十六国初期, 其实就有可能统一北方了。 直到22年之后, 拓拔家终于迎来又一位强人, 这个人叫拓拔沈易健, 在打仗方面, 拓拔沈易健其实只能算是二流的本事, 所以他在位期间并没有让带国的地盘大幅扩张, 但是因为他早年在后照政权做过质子, 眼界还算比较高, 所以他在位期间对带国内部进行改革。 经过拓拔沈易健的改革之后, 带国逐渐进入到奴隶制社会后期, 有了完整的统治体系, 这对拓拔家后来的发展无疑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过, 到了拓拔沈易健晚年的时候, 前情开始崛起, 在前情那位强人附近的进攻之下, 拓拔沈易健根本就挡不住。 后来带国内部更是后院起火, 拓拔沈易健直接被自己的儿子杀了。 所以, 在之后不久, 带国就被前情彻底吞并, 连带着整个拓拔部也成了前情的臣子。 但是因为前情吞并带国之后, 并没有彻底分化瓦解带国的旧友统治, 也没有对拓拔家斩草除根, 这就为后来拓拔家复国, 埋下了伏笔。 带国被灭十年之后, 历史上就发生那场著名的肥水之战。 肥水之战结束以后, 随着前情主力被东径消灭, 整个北方彻底分裂, 拓拔家当时也趁势而起, 准备复国。 这时候, 北魏就迎来开国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强人, 拓拔归。 拓拔归是拓拔神医间的孙子, 在前情崩溃之后, 拓拔归直接召集拓拔家的部众, 正式宣布复国。 而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 拓拔归将凭借自己超强的军事才能, 带领拓拔家横扫北方。 顺便说一句, 拓拔归复国之后最开始, 其实这个国家还是叫代国, 但是后来, 拓拔归考虑到当年的曹卫政权在北方更得人心, 所以就把国号改成了魏, 以此来宣示自己的魏国继承人身份。 公元386年4月, 随着拓拔归改国号为魏, 北魏正式开国了。 拓拔归就是北魏实际意义上的第一位皇帝。 北魏开国之后, 拓拔归首先要对付的就是周围的匈奴部落, 因为拓拔家所在的这块区域原本就是南匈奴的主地, 再加上前情统治北方的时候, 有意将双方混居, 企图让他们融合。 所以北魏开国之后, 拓拔归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征服周围的几个匈奴部落。 在拓拔归的快速扩张之下, 很快, 短短两年之内, 拓拔归就彻底兼并了周围几个匈奴部落, 一家独大。 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个叫拓拔归兼并的匈奴部落首领的儿子, 趁乱逃走了。 这孩子当时只有十岁, 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 这是拓拔归一生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 这个孩子叫赫连伯伯。 吞并了周围几个匈奴部落之后, 下一步拓拔归开始向北方扩张, 击败了草原上新崛起的高车族。 击败高车之后, 北魏的领土就包含了一部分草原, 可以培养强大的骑兵了。 有了骑兵之后, 接下来拓拔归开始率领北魏精锐南下和南部的后燕争锋。 后燕也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 只不过不是拓拔家的, 而是鲜卑族另外一个分支, 慕容家的政权。 当时的后燕算是北方最强大的一个势力。 但是结果, 北魏和后燕开战之后, 拓拔归却凭借着自己的智慧, 在餐河坡一战当中击败后燕逐利。 此战之后, 北魏就逐渐成了北方最强大的政权, 有资格统一北方了。 此后的两年时间里, 经过一番艰苦的作战, 北魏逐渐吞变整个后燕, 彻底在北方一家独当。 此时的北魏已经占据了河北、 河南、山西、内蒙古中部、 东部等大变区域。 在整个北方, 此时只剩下雄举关中的后勤政权, 勉强还能和北魏抗衡。 所以接下来, 北魏就开始向关中地区发力, 进攻后勤。 在这个过程当中, 北魏其实也有很多战果, 但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拓拔归却被自己的次子给刺杀了。 拓拔归的死仿佛形成了一个魔咒, 自从拓拔归开始, 后来北魏所有皇帝基本上都不太长寿, 活得最长的也就是四十多岁, 有几个甚至二十多岁就没了。 这和当年拓拔归威活了一百零四岁的长寿相比, 实在是很讽刺。 而北魏皇帝的短命特点, 也为后来整个北魏时代埋下了一个大雷。 拓拔归死后, 其长子拓拔四即位, 拓拔四也算是一个好皇帝, 在委期间内袖德政, 外托疆土, 为了抵挡北方柔软, 拓拔四还在北方设置了六座军阵。 当北魏这边发生动荡的时候, 南方其实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就在北魏刚刚吞并后院之后不久, 当时南方还是东晋政治统治, 不过就已经来到了王朝末期。 当时的东晋内部, 因为土地兼并问题严重, 开始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这期间又有全臣作乱, 世家大族割据一方。 在平定农民起义的过程当中, 有个出身底层的将领, 名叫刘裕, 逐渐开始崛起并且身居高位, 经过十多年的征战之后, 刘裕爬到了东晋权利金字塔的顶点, 开始控制整个东晋。 此后, 刘裕又率领东晋军队挥施北伐, 消灭了好几个北方政权。 与此同时, 北方的后勤政权已逐渐被胡夏政权取代, 这个胡夏政权就是单位当年逃走的匈奴首领之子 赫连伯伯建立的。 就这样, 到了拓拔寺在位后期的时候, 南方的刘裕, 因为年龄越来越大, 短十年内已经无法完成统一中原, 所以就先篡去了东晋的皇位, 建立刘裕正权。 公元420年随着刘裕篡位, 刘裕开国, 历史正式进入南北朝时期。 刘裕开国之后, 没过两年, 刘裕就病逝了, 而刘裕病逝之后, 拓拔寺则是趁机率兵南下, 占领洛阳地区, 将北魏的领土范围进一步南阔。 不过就在这之后不久, 拓拔寺也去世了, 死时仅仅32岁。 拓拔寺去世之后, 他的儿子拓拔寺即位, 拓拔寺是整个北魏历史上最会打仗的一个皇帝, 战斗力超强, 12岁的时候就曾经率兵击退过柔然的进攻, 拓拔寺即位之后恰逢胡夏正权的赫连伯伯去世, 胡夏正权内乱, 拓拔寺趁机率军进攻胡夏, 很快就吞壁胡夏, 控制整个关中。 占领关中之后, 此时北魏在北方已经是一家独大了, 所以接下来拓拔寺又趁着南方的刘宋政权, 正在忙着休养生息的时候, 开始彻底扫平南方。 此后的几年里, 拓拔寺先后灭了北燕和北梁, 并且进一步击退柔然。 到了公元439年的时候, 随着北魏吞并北梁, 北魏彻底统一了北方。 从拓拔归复国一直到拓拔寺统一北方, 这期间北魏一共花了三代人五十多年时间, 从复国一直到统一北方。 在这半个世纪当中, 北魏一直处于上升期, 但是接下来, 随着北魏彻底统一北方, 南宋的刘宋政权也彻底完成了休养生息的任务, 所以南北双方的大规模冲突自然就在所难免。 当时北魏这边是最能打的拓拔韬在位, 而南朝那边则同样也是一位明军刘一龙在位。 两大政权都处于历史顶点, 这场战争注定就很惨烈。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当中, 刘宋政权和北魏三次开战, 双方互有胜负, 而且全部损失惨重。 最重要的是, 谁也无法奈何对方。 虽然拓拔韬军事才能比较强, 而且在战争过程当中, 还替北魏攻占了一部分地盘。 但从整体来说, 双方还是谁也奈何不了谁。 而刘一龙三次北伐之后, 南北双方都损失惨重, 此后就只能逐渐休战。 所以到了拓拔韬时代之后, 北魏整体就从增量时代变成了存量时代。 既然对外扩张停止了, 那北魏自然就只能对内改革了。 国元4552年, 拓拔韬因为到了晚年之后脾气暴躁, 搞得国内朝政, 混乱, 最终被刺杀而死。 而拓拔韬死后, 接下来的20年里, 北魏先后换了四个皇帝, 而且其中三位皇帝都是少年登基, 然后一年早逝。 如此一来, 北魏在这20年当中, 成绩自然非常有限, 除了休养生息恢复国力, 并且大兴佛教之外, 几乎没什么可说的。 直到拓拔韬去世20年之后, 北魏又出现一个重量级皇帝, 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北魏孝文帝。 孝文帝拓拔韬五岁即位, 因为是年少即位, 而且北魏向来有栗子沙姆的传统, 所以孝文帝即位之后, 北魏大权常年掌握在他奶奶冯太后手里。 在北魏历史上, 冯太后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位执政者, 她掌权期间, 除了维护国家稳定, 继续修养生息之外, 还在多个方面推动湖汉融合。 除此之外, 冯太后对中国历史最大的一个贡献, 就是创造一个叫军田制的东西。 所谓军田制就是当时北魏政府, 把国内所有无主的土地都收归国有, 然后租给那些没有土地的百姓。 如此一来, 土地兼并的问题自然就得到缓和。 后来这项制度先后被西魏、 北州、隋唐四个朝代继承, 而且成了古代统治者, 解决土地矛盾的一个重要思路。 甚至到了现代, 这也是我们在土地问题上 最值得借鉴的一项古代制度。 在冯太后的控制下, 北魏平稳渡过那段, 平凡换皇帝的时代。 等到孝文帝长大之后, 孝文帝又开始正式清政, 并且在冯太后执政的基础之上, 继续推行湖汉融合, 而且开始进行历史上著名的孝文帝改革。 所谓孝文帝改革就是把原本北魏的鲜卑制度 改成汉人的制度, 如此一来, 可以推动北魏内部的湖汉融合, 消除湖汉矛盾。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湖汉矛盾一直是北朝所有政权内部 最头疼的一个问题。 在此之前, 整个十六国以及南北朝初期, 各大政权想过很多办法, 但最后都基本失败。 直到孝文帝这里, 才终于解决这个问题。 经过孝文帝改革之后, 北魏开始逐渐汉化, 就连身为皇族的拓跋家都改汉性为原。 另外, 北魏政权还迁都洛阳, 到了这个时候, 北魏已经彻底汉化, 成了一个彻底的中原王朝了。 除此之外, 就在孝文帝在位的这段时间里, 南朝进行一次改朝换代, 南方的留宋政权被全臣萧道成篡去, 建立消极政权。 因为南方在内乱, 没控管北方的事情, 所以孝文帝才有精力去推行汉化改革。 这也是孝文帝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公元499年, 孝文帝去世。 孝文帝去世之后, 北魏的湖汉矛盾基本上已经被解决了大半。 但一个新的问题却又出现了, 这个问题就是土地兼并问题, 以及北魏政府的腐败问题。 简单来说, 就是北魏建立的时间长了, 内部开始出现问题了。 接下来20年里, 北魏先后换了三位皇帝, 分别是孝文帝的儿孙两代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 孝文帝儿子当一代还比较好, 总算能守住孝文帝的改革基业, 最多也就是北魏政府的腐败问题, 越来越严重。 但是到了孙子这一代, 因为孝文帝的儿子废除了栗子沙默的传统, 所以出现了外企掌权的问题。 当时掌权的是孝文帝的儿媳妇胡太后, 和当年冯太后相比, 这位胡太后就差了太多了。 除了弄权之外, 基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后来为了夺权, 甚至还把自己的亲儿子给毒死了。 与此同时, 北魏因为土地兼兵问题严重, 开始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在这个过程当中, 北魏中央为了平定农民起义, 不得不给予地方将领更多的实权。 如此一来, 北魏自然就出现地方将领势大, 中央逐渐衰落的现象了。 如此, 到了公元523年因为种种原因, 当年北魏设置在北方的六座军阵, 开始爆发大规模的军阵士兵起义。 这场起义直接动摇了北魏的统治基础, 和之前的农民起义不同, 这次起义的都是北魏最精锐的士兵。 所以, 这场六阵起义直接导致北魏中央 对地方的控制失效了。 在镇压六阵起义的过程当中, 地方权臣尔珠仁趁势崛起, 开始把持大权。 此后, 尔珠荣听说那位胡太后把自己亲儿子毒死, 直接打着替皇帝报仇的名义, 带兵杀入皇城。 此后, 尔珠荣直接把洛阳这边的北魏先辈贵族 全都杀死了。 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和音之变。 和音之变结束后, 尔珠荣因为反对声音太大, 无法自立为帝, 所以就拥立了另一位原家后裔原子忧为帝, 自己歇天子以令诸侯。 而原子忧又不甘心被尔珠荣挟持, 所以后来, 原子忧直接找了一个机会, 在皇宫内刺杀了尔珠荣。 尔珠荣虽然被杀, 但尔珠荣的势力还在, 得知尔珠荣被杀之后, 尔珠荣的余部直接进攻洛阳, 干掉原子忧。 而原子忧被杀之后, 尔珠荣的暴行瞬间引起了众怒。 就在这个关键时候, 尔珠荣昔日的老部下高欢趁势起兵, 灭了尔珠荣。 但是灭了尔珠荣之后, 高欢又控制了北魏的中枢大权, 拥立元修为皇帝。 此时的北魏已经完全落入高欢的控制, 而元修被拥立之后, 之前刺杀尔珠荣的事情在, 元修也没办法刺杀高欢。 所以接下来, 历史上就出现了非常奇葩的一幕, 身为皇帝的元修竟然直接逃走了。 元修被高欢拥立之后, 在整个北魏内部找了一圈, 发现一个叫宇文太的将军。 当年为了镇压六镇起义, 北魏中央给了地方将领实权。 在这个过程当中, 除了尔珠荣趁势崛起之外, 还有一个叫贺巴越的将领, 负责带兵征讨关中。 在征讨关中的过程当中, 贺巴越逐渐崛起, 并且团结身边的年轻较量, 以及关中地区的很多老牌世家, 形成一个利益集团。 这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 关隆集团的最初原型。 不过, 就在贺巴越崛起之后不久, 贺巴越就意外被刺杀了, 而贺巴越死后, 关隆集团又推举内部最有势力的宇文太, 做了新的首领。 所以, 此时的宇文太已经在关中地区相对独立, 实力超强。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后来元秀趁着高欢身在太原地区的时候, 直接带着文武百官从洛阳逃往关中地区。 随着元秀逃往关中, 高欢再次用力元善界作为新的皇帝, 而关中那边, 元秀到了关中地区之后才发现, 原来宇文太也不是什么好人, 同样也是个大选臣。 所以后来宇文太干脆直接堵死了元秀, 改立元宝具为皇帝。 就这样, 贝贝彻底分裂了, 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 此后的二十年里, 东魏和西魏双方各自宣称自己才是, 北魏正统, 相互征战, 但是却谁都在和不了对方。 当然,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东魏一直都是高欢把持, 而西魏一直都是宇文太把持了。 直到二十年之后, 随着高欢和宇文太巨事, 他们的子职位直接窜去了皇位, 东魏变成了北齐, 西魏变成了北周。 到了这个时候, 冤家或者说拓把家做皇帝的历史就彻底结束了。 但实际上, 从公元五三四年元修逃离洛阳, 北魏彻底分裂的那时候开始, 北魏就已经彻底没有了。 这之后的历史其实是东魏和西魏的历史, 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北魏。 北魏变成了北魏变成了北魏变成了北魏。